《科學會錄》 首先買個廣告 這個就是我在去米蘭的時候 應該是米蘭 就參觀這個嘉莉略的科學館 裡面就講到當時嘉莉略做過的所有的實驗的儀器 我們有很多資料 從這裡講嘉莉略故事分幾站科學館去講 有了 其中一個問題 當時嘉莉略他研究一件事 是不是有軍事的意義 譬如我之前講過的那個泡物線 他們早已是測試的速度 這個是不是當時他們要射炮的時候 當時需要計算的數字 究竟是不是真的由軍事去鼓動 去贊助 令到一些人去研究呢 我自己不敢講 可能有人真的有興趣都不奇怪 但是這種自然現象就是說 很期待當時很多人很有興趣去了解這些 物體運動的原理 這個是真的 尤其是如果你說軍事上 我想未必是軍事的 你怎樣在野外要定向呢? 怎樣去幫我們去搞清楚 去搞清楚那一步牆 是真的絕對很直的 怎樣去搞清楚兩東西 真的是互相成為直覺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做到精確 那樣東西不一定是為了軍事用途的 可能純粹是我們生活上希望改善一些 去精確一些 正是這件事已經是足夠鼓動我們去 對於這些這樣的物體運動 甚至乎是那些天文現象 做一些更加精確的觀察和分析 上一次我們去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以中國和西方的科學的 或者科技上的分野什麼時候開始呢? 其中一件事 我想可以作為一個證據 就是譬如大家打仗的時候 誰打贏誰打輸 那打贏誰打輸當然有很多因素 但是問題就是到鴉片年1841年的時候 在英國他們已經有那個精氣船 就是金屬的鐵殼船 而滿清的帝國的時候是用著所謂的三反 甚至是人力風靈的爬船 這裡在說的是 在回顧這些歷史的時候 我們都很需要避免的一件事 是不是科技決定論 是不是只是說科技都決定了那個成效 有些就是地理決定論 其實我會覺得就是說 現在大家就不會出這個爭論 因為大家都很接受一件事 就是說究竟怎樣將每一個因素 做適當的考慮 擺在適當的位置 在什麼時候適時發揮作用 而導致後來的歷史結果呢? 就是這才是比較理性的角度去分析 但是很明顯看到就是說 當這個中國它那個沒有出現了科學革命 而在這個西方 這個科學和他們的技術 一直去進步的時候 你就在越來越多的情況之下 你就看到後來歷史的演變 就是東西對戰的時候出現了一個勝負 就越來越多是受到那個科學發展 是否進步來去影響那個勝負 是啊 那我們可以用另一個角度去分析這件事的就是 這個中國人和這個鬼佬啊 不要介意用這個打的時候最後一次贏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後面這個熱蘭姐戰役啊 那當時是鄭成功在台灣就跟荷蘭人打 結果是打贏的 但是這場仗是因為 鄭成功屬台灣的地形啊 還是還是荷蘭人自己 在那個科技上或者戰略上是輸給鄭成功呢? 這裏就不小心做了這個古今戰役的一百回 就是說你只說熱蘭姐的戰役呢 可以有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可以說的 但是我們如果科學會議錄 當然就比較集中在那個背後的科學來去說的 那其實你說如果說回呢 鄭成功的父親都曾經試過打贏荷蘭人的 打贏的地點就是金門那個島的南邊 那個遼羅灣的地方 就是試過打贏過 其實就算是期間也都是那樣的時候 明朝也都試過在屯門對出那個海面 打贏過葡萄牙人 但是很多時候這些就是以多去為少 或者是適當地去做那個戰術上的成功 比如在那個屯門海峽的海截 明軍和這個葡萄牙人打仗 就是他趁著那個 吃著那個潮退 就不讓葡萄牙的船去退出來 就將它倒死了在那個屯門對出海 所以合力對擱淺 於是就圍著他打贏了這樣 另外在那個鄭之龍 廖羅灣的海戰 具體也是 但是他就需要用這個大炮了 但是也是需要憑一個靠多來圍著小 這樣來圍堵著 但是我們比較知道的就是 打完之後有一個顯著的結果 去修復一個地方就是鄭成功打台灣 當時荷蘭人就佔據了這個台灣 他不是佔據了整個台灣的 其實主要就是盤據在當時台灣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台南那個地方 在台南就建立了超過一個的城堡 一個是二蘭姐城 一個是普羅文姐城 有關這個戰役裡面 我又很喜歡看那位荷蘭裔的歷史學家 寫的那些故事 就是歐陽泰 上次我們講火藥的時候 有一本書是他寫的 這次那本《決戰二蘭姐》那本這樣的書 又是他寫的 兩本都是經典來的 我覺得非常好看 因為那些故事好看 他的手袖資料也非常豐富 他就詳細地描述了 在這個鄭成功和荷蘭人打仗的時候 究竟就是國有高低的地方在哪裡 我們就想 當然是鄭成功很懂得打仗 有些人就說 不是 可能鄭成功 他很懂得用那些現代科技 他拿了很多大炮來 射到這個荷蘭人投降 不行 在這本書裡面 他就很詳細記錄下 就是整個戰役的過程是怎樣的 你問我 他說 這場戰役裡面 科學和科技有沒有佔一個決定性的因素呢? 我就反而覺得不是太決定性的因素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就是 其實以當時來講的 一、六、二、幾年 其實那個明朝和當時沒有出現這個科學革命的 歐洲那個科學水平的差距不是太遠的 甚至乎你可以說就是明軍可能有些火炮的那種力量 可能那個的炸藥量可能是比起 還超越了西方 甚至乎那些戰船的大小也都不會比起西方的輸善 大家都還是木學船的時代 不過上面大家都有大炮 明軍的大炮就很山寨的 因為它會將其它西方來的船 那些船 被海盜打劫之後沉了海的大炮 撈炮出來自己去用的 很多時候 當時那些外國雙船 打劫完沉了 整架船燒了沉了之後 怎樣也好 他們有一樣很喜歡做的事情 就是趕快去撈炮 撈一支炮來用的 這件事鄭之龍有做 鄭成功自己都有做 大家看回那個炮 可能其實就是奇古相當的 大家都是拿到當時最主流 放在船在會的炮來用 在這場仗裏面 我自己就認為 其實鄭成功是慘勝的 他是掌握著 就是說救人多 他也都低估了那個荷蘭的抵抗能力 而相反我會覺得 荷蘭的抵抗能力之所以 撐得這麼久 往往就是因為 他有幾個範疇的科學與科技知識 其實是高過明君一點 於是乎就能夠支持得這麼久了 嗯 換言之 雙方的科技的水平不是相差太遠了 但是當時其實在那個歐洲軍艦 普遍都研究過射一支大炮的時候的準確度呢? 絕對是的 其實在當時葡萄牙 甚至乎後來荷蘭 再後來的英法 就是對於那個怎樣掌握那個火藥的分量 去射個大炮 那個大炮的軌跡呢? 他們是雖然沒有一套後來 製成一些既定的程序做配方 去保證他每次發射的結果都有回到一段階段 而你想不到的就是很多時候 很銳意地掌握著這套技術的那些 不一定在某一些的公司那裡 而是當時耶穌會自己的神父 是有自己的這套訓練的 就是我們在上次有提過羅瓦谷啊 就是這些神父 很多時候耶穌會派出的神父 他是一個博學家來的 一個polymath來的 他瞭解人體結構 瞭解天象 瞭解神學 瞭解怎樣去操炮 那這件事他們都是會懂的 甚至乎在夜空上面 怎麼變別的方向 觀星 那這些他們是 就是一個博學的人帶在身邊 他們是會安全保佑到他們那幫人安全 憑著知識的緣故 那這個傳統呢 就是天主駕別耶穌會有 所以後來有基督新教的話 其實這件事 尤其是加上 荷蘭它本身去那裡出現了一個很強勁的印刷業的發展 那其實基本上那些知識傳播很快 那他們在那個航海貿易裏面 自不然就是很重視這些知識 也都將它為它自己做貿易 帶來更加多的保險和好處 那可不可以有個題外話呢 在澳門那裡發生過一個 那個葡萄牙和荷蘭的戰役 那當時是不是那個炮台那裡 就是現在澳門的炮台 它射一支炮射中了荷蘭所以擊退了他們 是的 它射中的位置大約就是今天澳門的德勝花園的位置 那這場都是一場蒲河戰爭 蒲國是意小勝多的 但是也很微妙的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提這場仗呢 正正就是因為這場仗 令到荷蘭就放棄染子澳門 於是他們將他們的貿易基地 就率先搬去澳門 繼而被明朝再趕 就搬去這個台南那裡 你如果說當時葡萄牙人守不住澳門 由荷蘭人進駐的話 荷蘭人就不需要再 沒有這麼大的動機再需要寄予台灣 其實那個荷蘭科學技術進步的那個位置 如果你說有哪一樣東西 我覺得是真的拍去明朝比較 就是聖明朝一籌的 主要有一兩個方面 就是他們那種城堡建造的技術 就是他們很懂得去利用那種 奮營的好處 就是在那個城堡上面建造很多的寧角 令到你可以那個城堡沒有什麼死位 那這件事你可以說不是什麼大的科學東西 但是另外一個我覺得很值得 在這個科學回憶那裡講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當在中階段時間 明朝圍困了這個熱蘭遮城的時候呢 熱蘭遮城那方面呢 曾經試過派過船出去求救的 那當時他們台南出來的船 他當然不會直接回到荷蘭求救了 他就會回到荷蘭這個東印度公司 在這個東亞的其它基地那裡嘗試找地方求救 那當時就是印尼 今日的阿加達 就是當時的巴達維亞這個地方 那大家可以想像 由台灣你要這樣直落 你要去可能下這個菲律賓 接著再可能是經菲律賓外海 或者是南中國海那裡這樣下去 那似乎是最近那條路了 但是很有趣的 當時呢 荷蘭去取那個航道呢 就是向了東南面去的 就是它去了一個菲律賓外海 更加遠的地方 由外面那裡這樣繞進去 就是如果你看回地圖裡面呢 它應該是甚至會繞整個那個的 馬來西亞、文萊那邊那個 就是蘇拉威西那堆那堆這樣的地方 是繞到那邊外面那裡才行 然後才向左邊走 走回去阿加達 但是繞了一條很遠的路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大家可以想像就是 因為當時的帆船 它是要靠吃風來走的 而當時的明軍呢 他們就很肯定就覺得 這個這樣的季節 他們想向南方求援 不是這麼容易的 因為那個風向不對 基本上呢 沒什麼可能 除非他們再等幾個月下一個風季 等得來我們都攻陷了二蘭遮盛 但是呢 出來的結果就是 在一個明朝的軍隊 想像不到的一個短時間 不過都在講幾個月的 的時間之內呢 巴達維亞那邊派多了兩條船 來支援台南那邊 就幫這個熱蘭遮盛去守城 原來呢 當時的明軍 它最驚訝的一件事就是 它低估了那個荷蘭那個船 那個逆風航行的能力 如果熟悉玩帆船的朋友 就是一些古代帆船 中國那些古代帆船比較喜歡用一些硬的帆 你看黃飛鴻打的那個帆在上面這樣下來 一塊就撐著西方 就是用一個硬的帆的結構 但是如果你看那些大航海時代的那些西方的船呢 就前面有個三角帆 然後那些帆通常是吹到漲漲漲啊 可以變形啊這樣的樣子 那這種可以變形的帆呢 就是如果熟悉帆船就知道了 就比較能夠做到一種叫Tacking的那個動作 就是叫做可以呢 就是你當頭的逆風就難一點 但是你那個逆風不是太逆的時候 你也可以將你的船帆呢 擺在一個適當的角度 令到它有適當的變形 就能夠做到一個效果 其實就利用到好像飛機 去飛起的那種叫Bernoulli Principle的原理 去製造一個氣壓差 來將那個船推去另一個方向 就算你有逆風走 它不會將整個船直接推向後 但是你只需要在船底加上適當的擋板 將船頭的方向適當去擋 你會發覺這個風呢 再加上船盤方向 再加上船底的擋板 就將你接了去一個靠邪向前的方向 這件事情 這裏我就只能夠很籠統地去解釋這件事情 但是這種原理呢 其實是中國的行船的人他們知道的 但是問題就是在你那個船的船範的設計的時候 就是有沒有想到一個適當的設計 令到你能夠在這個逆風航行做到最理想的效果呢 比如明朝就是中國古代的帆船就是它不要管了 總之令到那個帆船最吃風我就走得最快 去追求這個方面 於是它傾向用了這種硬泛的結構 那多數就是 就是我寧願去等待順風的時候走遠一點 那逆風的時候能不能走到 我不要太關心太理會了 這些危急的時候才要用的東西 那我就不要這麼理會了 但是你會發覺在大航海時代 這些歐洲的船 他們就比較有能力去做這些逆風航行 這個也多多少少幫助到他們 這些荷蘭人為什麼可以在比較短的時間之內 都可以去到巴達維那裏求救來搬到船回來的 但是當然最後這個結果有沒有改變到命運呢 就沒有的 最後這兩架來增援的船 都是在戰事之中就損耗了 於是明軍就繼續憑著它那個旁 就是依然是龐大的人力物力 就消耗到 捱得住 才能攻陷到這個宜蘭遮城 所以這裏你就呼應了就是 其實大家中間那個科學認識的差距是有的 但是是不是顯著到一個地步 最後能夠影響到那個勝負呢 那我就覺得未必是 那後來的阿弥陀佛真 都是二百年多之後的時代 但是這二百年就決定性了 滿清帝國在那個時候是一個相當的富裕 但是在科技上是毫無進展的 但是西方是窮 不過他們就很努力去研究科學的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當時這個在澳門那場戰役 荷蘭是新教的 普通牙是天主教的 那麼在那場戰役裏面 是不是天主教的神父 是教對那個泡泡線 可以射到這個荷蘭人呢? 其實就是這樣說了 當時我就不會把它看成為兩個 就是那場就不是宗教戰爭來的 那場就純粹是一個大家貿易搶地盤戰爭來的 而澳門就是葡萄牙戰具 澳門當時非常缺人的 因為當時主要參戰的就是葡萄牙自己當地的駐軍 還有當地的葡萄牙主軍 很多時候在那裡拔那些僱傭兵回來的 就是在非洲那裡的莫桑比克 索馬利拔那些僱傭兵回來的 就是它裡面有一批火槍手就是黑人來的 真正自己的葡萄牙兵 其實只剩下幾十個 原本沒有這麼少的 正正就是因為那件事的事前 就有一批就懂得去發炮、整炮的人 那些人就被這個明朝請了去北邊 即是打門打這個 就連上那些神父、那些粗炮的人 甚至乎那些有經驗的人就拿了去 所以其實當時澳門的手備處 一個很空虛的狀態 如果你看到參戰軍力是講的 澳門當時防禦澳門的那幫人 可能只有百多二百人 其實頭頭尾尾 然後荷蘭人是有成一千人來攻進來的 而最後竟然是首贏了 就是因為在最後連神父都要 羅神父、阿谷神父都要站在大炮台上操個炮 結果那個炮就打中了荷蘭人的那個火藥庫 令到他們就沒有足夠的火藥去繼續去推進 那個士氣也都低落 於是乎就這樣 就是說勝負決定的那個位就在這裡 所以為什麼澳門有一個地方會得勝花園 還有大炮台 大炮台 你會看到就是這些這樣的 我覺得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這些這樣的科學、宗教的發展 這個向東方的探索 你會發覺到就衍生了這麼多很離奇的結果 另外一個很離奇的結果就是令到澳門多了一條荷蘭原大馬路 是啊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當時那場仗是荷蘭人贏了 那今天會不會變成怎樣呢? 其實是的 你看回馬六甲 是不是? 或者後來荷蘭人贏了之後到英國人佔了 那又會變成怎樣呢? 那你會發覺那個故事又會很不同 有些就從來沒有給其他人贏的 比如果雅 但是果雅後來就被印度收回 是不是? 那你會發覺就是幾個不同的結果 我們都可以看得到這樣 是啊 那今天的科學新資料場 科學回憶腦力也都是 大家相當知道應該很滿意的了 那我們下個星期再見好不好? 好 下星期再見 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 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呀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